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中间的秘密 是 我一直不懂为什么 对 那我也不懂 那因为在中间的时候 曾经因为她要 她说怕别人骗我的钱 那我刚好跟银行借一笔钱 我要投资 要做生意 那么她认为说别人会骗我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点点 那个头脑有一点不太好 她又要我从我妹妹那里拔 我放在妹妹那里存的款 全部寄回家 然后要我把老宝的钱都让她管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有一点点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 有一点忘记事情 我也有一点害怕 怕你名下你跟银行借的款 是不是被别人骗走了 包含了哪些 你跟银行借了多少钱 准备做生意的 一千万吧 一千万 然后那个还有妹妹的那个三百五十万 还有我那个那个什么 那个健保 那个老保费 一百七十万 我都拿 几乎是所有的 全部她她拿走 都交给她保管 保管 结果一年以后我跟她说 钱 我要看看钱 剩下六十七万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剩下六十七 嗯 我说你用哪里去了 她说 她说因为 因为我 我以为想要多赚点钱 然后我 我去 那个什么 代书 说可以赚多一点 结果被代书骗了 但我不认 我不认为那么好骗 就被骗光的意思 因为在这之前 她怕你被别人骗 结果我是被她骗 她被别人骗光 我现在是被她骗光 是 是 那骗了那笔钱以后 我一直要跟她离婚 她不肯 是 那么前面的时候 我要跟她分手呢 她自残 自残是在肚上 割了三十七刀以后 我说不要割了 不要割了 在哪里 三十七刀 你说的是第一次要离婚的时候 不是 那是我们同居的时候 两年 认识两年的时候 前两年的时候 所以早在第一次婚姻之前 对 刚才结婚的时候 同居的时候 你要跟她分手 她在那个肚上搁在我面前 我受不了了 我就说不要 好 不要分手 不要分手 那么 后来 这一次呢 这次她 她用的手段更激烈 不要分手 她撞 撞墙 撞墙就是 撞的这整个都是血在我面前 让我看 让我怕 我怕 她要分手这样 不是 她不要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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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欧阳大哥总 其实前后是结过两次婚 对 两次婚 第一次是因为 妈妈那个复文的问题 爸爸去世了 她不 没有她的名字 没有练名 所以她走 她就不愿意跟我离婚 告诉我妈说 我不会要你家里的一个古董 然后离开了 是 那么 就是离婚 但我们没有分开 是 她是告诉她 我跟你离婚的意思 要告诉你爸爸妈妈 我不是要拿你家的财产 是 那么 那么 后来是因为我得了癌症 那 因为我 压力深得很大 因为那时候官司很多 很多官司在手上 两三个官司吧 都对着我 跑法院 对 跑法院 我觉得后来我就 得了乳癌 得乳癌 那么 需要人家签名 她马上就说 没有人签名 我得 我得负责啊 那我赶快结婚 就我们隔天就去结婚了 其实那个还蛮感人的 对 要有家属签名嘛 对 她得赶快办结婚手续 是为了要帮她签名 她可以去开刀 佩晶姐 你跟欧阳大哥 从认识到结婚 到今天欧阳大哥离开 你们总共多长时间 多少年 35年 35年 我们看欧阳大哥 每次来录影 就是高高帅帅 身体很壮 对 欧阳大哥 他这35年 他的工作是什么 他有拿生活费回家 没有 35年 嗯 欧阳大哥 他有拿过一次 拿一万块给我 但是我要给三万 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一 我跟他的情感 从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都是计划性 谁的计划 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性 他的计划性 因为他是独子 他没有办法照顾妈妈 小孩又小 我的女儿又小 所以欧阳大哥 在跟你结婚之前 已经有过一段婚姻 有过一个孩子 对 有过一个孩子 那 那个孩子小 才一岁而已 那么我就 我就帮忙照顾嘛 是 所以佩琳姐 这35年来 都是你在 不管是跟银行借钱 或者是花老本 都是你出钱在养家庭 对 没错 在养这个家 是 你说你养三个家 对 包含哪三个 爸爸还有 我爸爸妈妈 你自己娘家这边 我公公婆婆 他的公公婆婆 我自己 他跟欧阳这边 你不是连欧阳的孩子 你也照顾吗 对 我欧阳孩子 我也照顾 就因为今天 我看到他的女儿 也就是欧阳的女儿 有来现场 那这个女儿也是 佩晶从小也是这样看到大 好轻喔 很像是亲生的女儿 对 他跟我说是前夫的女儿 我说哪 我说 不可能吗 你如果 这是欧阳的女儿 然后这个消息就是说 佩晶知道说欧阳要离开她 已经很震惊了 而且震惊的理由是 其实女儿海涵有 跟佩晶讲说 真的原因是 其实她可能 没有办法听那个理由 是因为欧阳在外面有小三 那怎么可能呢 每天都跟她在一起 每天照顾她 这样经历说 每天写新经的人 女儿是讲说 确实是有 而且蛮长一段时间了 八九年了 是透过女儿 这样子好意让佩晶知道 因为佩晶会觉得说 不可能嘛 为什么要离开我三十五年了 然后我付出这么多 为什么 那你说她给我个理由 韩韩 过来 来 来 挡个招呼 挡个招呼好了 这个其实不是佩晶姐亲生的 是欧阳大哥的 跟前妻生的小孩 对 来 韩韩 来 你在妈妈旁边 如果她的手掌呢 摸起来非常的绵密 而且呢 感觉她摸起来像 像纸这样薄薄的 一层 好像一刮就会破 是绵密柔软 但是很薄 对 薄又软 感觉你摸她那个手啊 跟她握手好像婴儿般的鸡 哎呦 软软嫩嫩的 像这样的话呢 她比较会是 会花女生的鸡 而且她确实身段啊 手软也会比较软 你看她的 叶尾